2023香港小姐競選已圓滿結束 但至今依然是非不絕 繼落選港姐 陳二銘突然在社交網發火預告爆料 冠軍莊子船以此被落選港姐胡蕊涵 以膠袋想追擊辦妥之外 亞軍王二賢突然被指 他父母開設的內地教育中心倒閉 終於似拖欠員工薪金 有內地網民在小紅書上爆料 指父母王趙君 媽媽王善在2002年成立的漢普森英語 在2021年因為經營不善倒閉 文中指400多個家長被捲走幾千去十幾萬不等 又只看了港姐才知道 他們拿著我們的錢一直在香港逍遙 而且還那麼高調 法院早已判決了 他的父母都是失信人 但就是他不還錢 網友日子去過王二賢天文客留言 但天文已全被刪走 有網友說不應該拉王二賢落水 但花貼的網民稱 他的英文是看普森的外教教的 他從小到大的錦衣肉食 都是家長的學費堆砌而成 他的抖音各種賬號 都是父母拿錢給他引流做起來 那可不可以盡一小部分的義務幫忙轉告 還回我們承發上千元工的工資 和幾千家長的學費呢 不過這只是網友的單方面說法 還沒有證據證明他的指控 天后李文在7月5日離世 日前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告別式 日日圍體進行火化 而Coco的84歲媽媽 因為遵循白頭人不送黑頭人禮而缺席 但仍送上粉紅色玫瑰心形花籃 寫上永遠懷念 日前有網民拍到Coco的84歲媽媽 在Coco出殯後首露面 母女三人現身相場 看來有點潮緒令人心碎 而李思琳也曾透露媽媽目前情況很差 不認識不分令她們很擔心 你不散開我們Coco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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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天后李文 Coco今早完成大臉儀式後 寧舊隨即而奉到柴灣 哥連神角火葬場進行火化儀式 火化儀式完成後 Coco的外籍副相老公 Bruce Walkowicz離開 但就引起了大混亂 有來自西安的女歌迷激動拍打車窗 直戚Bruce Walkowicz為殺人兇手 渣男殺人兇手 華娜Coco 你不殺在我們Coco 你不殺在我們Coco 你沒良心的 我沒見 你沒良心的 你沒良心的 她即時被現場的公安人員阻止 小心 小心 你沒良心 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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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玩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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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好聲音 最後那一天 10月14號 忍痛 而且我的左腿 什麼感受 我告訴你 像是那種hypothermia 就是在Below 40的那種冰雪 冷的 是覺得是麻的 不是覺得 就是麻的 好 我再告訴你 我們就跟他們說好了 因為我不要人家看到我拿拐掌 也不可能做輪椅 我一定要堅強 所以我死都要站在那個舞台 是 我去了好聲音師 把我的命都不要了 我的醫生求我不要去 因為我這個乳癌是個Taking Time Bomb understand 我也不管 因為好聲音 我喜歡這個節目 我因為甚至是愛這個節目 我覺得這些年輕人是充滿希望 愛音樂 我們的共同語言就是愛音樂 我犧牲自己無所謂 我沒想到原來他們都是一對壞人 去整我 因為I told the truth 我說真相 這是事實 我沒想到原來他們都是一對壞人 去整我 李文生前控訴中國好聲音 欺負 侮辱他的錄音檔曝光之後 李文在錄影現場 抗議比賽不公平的片 亦跟著流出 引發起網民和粉絲的不滿 而節目的副導演劉黎更被置欺凌李文 網民起底他的家世背景 是富三代 不是普通人可以陷動的 所以態度才會這麼勢力傲慢 網民流傳出 劉黎的爺爺 而似是上海製片廠的第一任廠長 而中國好聲音的製作公司 橙聲製作 柳黎家裏還是股東之一 在節目中 柳黎雖然是副導演 總導演是金女 但據悉 在很多方面 金女都會請示柳黎 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工作 還有曾經參加過中國好聲音的選手控訴 和柳黎面談的時候 他總是一副傲慢入目中無人的態度 而且面談的時候 還要先沒收手機 對選手的精神造成嚴重的打擊 李文控訴中國好聲音的錄音檔流出後 掀起軒然大波 浙江廣電集團20號發聲明說 會調查真相 Coco好友恩尼21號發文炮軍 說不見棺材不落淚 現在道歉太遲了 中國好聲音副導演柳黎日前被起底 網上傳出他的家族才雄世大 家是中國好聲音製作公司 撐聲製作的股東 連身為總導演的金女 下決定的時候都需要請示柳黎 而另一位被捲入風暴的 就是拿英的姐姐 拿申 她被指被學員簽訂不公合約 印尼22號再度發文 留言說 姓柳姓拿的 我們動不了你 投資方總可以動到你 確定樓副導下獨手 即使你家裡 上海有十條街都不夠你跌停板 印尼繼續留言 還牽連王妃和謝霆鋒 她寫說 霆鋒等於王妃等於拿英等於拿申等於扭尼等於資本商 是死黨籌勞就隨便給 他們天天運 有沒有資格做導師重要嗎 當然贏結論一點也好 代表最紅 另外 印尼重提當年 鬧爆在飛機吵爆的多位紅星一事 當中提到張帕姿還稱她乖女 72歲的劉永因為主演1986年亞洲電視 電視劇中認證的角色而為人熟悉 而她近年主要在內地生活 最近她自爆因為買樓而代入騙案 她日前在廣州黃埔區 構入兩棟複式新房屋 預先繳交了人民幣6萬元的訂金 誰知在第二次付錢的時候 竟然得息是一個騙案 她感嘆表示 連老人家血汗錢都要握 而她將會在23號舉行記者指導會 長談被騙的經過 希望藉著今次記者會的分享 可以告解大家 在買樓的時候要注意的事項 無線新進藝人 徐文豪年輕又高大英俊 出道不久已經備受力捧 但近日突然流傳一段車鏡片 可見有個男仔和一位性感美女 坐在車廂後座 又見到那個女仔不理衣衫不整 整個人撲了上去男仔身上 而男仔也笑笑嘴 似乎塌 有很多網民覺得片中的男仔 激刺TVB力捧小生徐文豪 我們打電話向她求證 她聽完之後就否認 說應該不是她 然後我們的記者就給她看看照片 但給了照片之後 再多次致電給她的時候 徐文豪就沒有再聽電話 不過事後就回覆傳媒 承認是片中人 說當時大家都喝醉了 楊蜜和劉海威2018年結束五年婚姻之後 女女小糯米劉以興一直跟著爸爸 在香港生活 一前就有報導說 楊蜜有意重奪撫養權 還責5.4億港幣 決定帶女兒回去內地親自撫養 8月23日 小糯米的爺爺劉丹 出席外回家之開心速遞活動時 就被問到有關前媳婦楊蜜 爭小糯米虎養權的傳聞 她就回應說 家裡的事就不說了 當丹爺再被問到 是否劉海威不喜歡說家事 丹爺就說是誰都不喜歡說家事 總之沒有這樣的事 人在做天在看上天自有安排 雖然劉丹否認了傳聞 但一句人在做天在看上天自有安排 就好像有點遠跡了 惹來了無限的猜測 而丹爺回應楊蜜 5.4億群女兒撫養權 還登上微博熱手第一位 引起了熱意 朱神麗和何廣佩 一直都沒有公開應外 不過她不時都會在網上放閃 一度被網民呼籲他們原地結婚 但今年3月就被網民發現 何廣佩已經單方面 unfollow了朱神麗的社交平台超過2個月了 疑似是不歡而散 今天有讀者就向我們爆料 說朱神麗原來已經有新的男朋友了 對方是富二代史浩明 爸爸是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 兩父子同樣都是擁有多隻馬匹的馬主 爆料者說朱神麗和史浩明 大概在上年暑假的時候已經開始拍拖 去年還一起去布吉旅行 有傳朱神麗心急想拍好碼頭 和史浩明打得火熱 已經有了對方的BB 由朱神麗最近的照片 的確可以見到 她肚子肚子肚子 有些人味 疑似是有了 對於被傳已經有富貴新男朋友兼華人 朱神麗回覆傳媒的時候 就否認有關的傳聞 說同史浩明只是朋友 他們是經朋友介紹認識 說傳聞真的得膽笑 傳他帶肚更加十分誇張 說自己早幾天出席活動的時候 還穿著高跟鞋 表示自己現在只是想專注事業 沒有追求者 真是嚇死寶寶 容祖宜在演藥學院 舉行34場演唱會 昨晚唱到第23場 一向表現專業的他 就發生了離奇的脫露事件 他在大合唱環節裡 竟然把整支麥克風拋下台 還釘中了頭牌的觀眾 他試後把片段上載到社交平台 更加寫著說當時他的心臟 足足停止跳進了兩秒 還說幸好沒有撥破第一行朋友的頭 何超儀近日接受都姐鄭如玲的獨家專訪 少有這麼說到老公陳子聰差點沒有了條命 折肢的經歷和他的近況 第一次公開老公的病史 何超儀說老公在去年10月回澳洲探親期間 駕車車親戚去醫院的時候 他肚痛得很厲害 結果發現是大動物爆裂 最後陳子聰昏迷了一個月 加一個星期才醒來 由於他的尿道在手術的過程中 被醫生鉗爛了 所以需要撤除兩邊的尿道 要搜索喉塑口排尿 還要一直洗腎 他已經整個暈了 整個他說聽不到話 聽不到話 還有眼前一白 接著就不知什麼了 首先他不小心被撤壞了 左邊的尿道 這個情況是幾多天後 他開始申請? 一個月 近日張學友去到馬來西亞 舉行將學友60家巡迴演唱會 在8月13日晚的一場 學友在演唱期間就突然跌倒 令到觀眾都很擔心 網絡上有人轉發 學友在演唱會上的說話 我自己自小有一種病 真是真是的 叫做演水不平衡 我每年都會擺一次 差不多 從來沒試過 在演唱會之前發作 前半小時突然開始頭暈 今天大家看到我跳舞很特別 就是這樣 其實我是有點頭暈 大家都坐在這裏 對不對? 我又不想令大家不開心 最後學友 由經冒險 敬業地完成演出 Ancore還唱了四首歌 無線電視收視近年有下跌的趨勢 以前有網民就在討論區 提出有關TVB很容易可以提高收視率的意見 開名要重用四位的男藝人 包括陳金寶、黃耀英、曾子望 和羅啟豪四位主播 演員都全部是一些新的面孔 無可否認在一線小生的行列之中 大多數都是年近40的大叔 不是說有資歷有經驗就不好 而TVB可以考慮參考隔離台 增加一些年輕藝人的曝光機會 或者以新演員做主打拍劇、主持節目 從而吸入一些新的觀眾群 四哥謝賢 下個月就87歲 近年頻頻傳出身底出現狀況 去年他拿金像獎影帝 上台領獎的時候 就被指行動反應遲緩 更加傳他曾經小中風 情況令人擔心 不過近日有網友 喜笑西灣撞到他 見他拿著拐掌 腰板挺直 身邊有停風的工作人員陪同 他不需要人參乎地走路 其實早在4月 他就被網友在山頂野山播 還好友善地合照 當時的狀態都不錯 國際影帝梁朝偉 日前突然傳出 和二年25歲的女歌手 程蕭秘密拍拖 這個消息可以說是震驚各界 據TVBS的報導 網絡流傳 梁朝偉被人拍到 和程蕭一起逛街的畫面 傳聞甚至說 梁朝偉近年沒拍戲的日子 就是住在東京 和程蕭一起生活 還在日本買賣樓 兒子都生了 傳聞可以說是相當誇張 一眾網民都不敢相信 因為梁朝偉和程蕭似乎毫無關聯 完全想不到 他們兩個怎樣會拉在一起 對於以上的傳聞 程蕭透過工作室否認 以假得離譜去澄清有關傳聞 並非熟實 二年25歲的程蕭 是內地偶像派歌手 擁有甜美標誌的樣子 和友人的身材 他所屬的公司樂華 是內地首屈一致的偶像經紀公司 七年前 程蕭以宇宙少女成員的身份 在韓國出道 其後就回到中國發展 有港版羅拉之稱的運輸工人小豬 憑著愛貓而火速爆紅 他曾經一度攝墨前工作 拍過廣告、MV 也參演過多個電視節目 不過他沒有選擇在娛樂圈發展 而是繼續他的搬運工作 更日有網民連日去守候他 希望可以拍到他 還足足找了他七次 最終終於遇到他 那個網民把影片放上社交平台 片中的小豬 每天很忙碌地搬貨 全部都是體力勞動 真的令人敬佩 而他雙臂 和背面美龍骨位置的紋身 亦相當搶劲 不少網民都大讚他很值得欣賞 亦有網民心動他一個女孩 為了生活要這麼拼搏 歌手鄭欣怡自從4月開始失蹤 就沒有露面了 一度引起無限的喘測 有人就說他因為情緒病發作 而一度神癮 情況令人擔心 在上個月 欣怡的髮型師好朋友Benjamin 就在社交平台公開了 欣怡坐在鋼琴前面自彈自唱的片段 在片中可以看到 欣怡的身形比起以前受傷 在過了一個月之後 日前再有他的消息 有遊客在小紅書上 上載了日前在西環食點心 撞到欣怡的照片 在合照中 欣怡的身形 網絡明顯被之前受傷 另一種網民都很擔心 28歲的東章女神梁敏巧 未入行前是一個記者 之後參選2019年香港小姐競選 蔡厚就和無線簽約 成為旗下經理人合約藝員 直到2021年7月 就開始做東章西網的外景主持 她做外景主持就因為她的漂亮樣子 和經常穿著小背心 大曬身材而為人認識 8月8日 梁敏巧在社交網上 上載了舊相 還寫說 如果她離開了東章西網 大家會不會不捨得她呢 馬上引起了網民關注 很多網民都擔心 女神真的會離開東章西網 所以留言極力挽留 說不捨得 還有網民搞笑地說 梁敏巧離開就太過分 所以唯有報東章 羅家良不經不過已經60歲 早前經傳身體出問題 不過她已經在微博出聲明 指自己身體健康 之前她去了新疆烏魯木齊登台 有網民拍下她登台時現場的片段 片中所見羅家良身材比以前暴障了不少 無論正面或側面都見到她突然 網民對此大表驚訝 而曾被金像獎提名最佳動作設計的母子梁博恩 日前放出和羅家良的一張合照 但相中的羅家良創老了不少 頭髮都染上了幾分斑白 浮腫的眼袋感覺又累又顯老 令網民非常擔心 網民都說希望她不要只顧工作 一定要注重身體呀 35歲的梁樂施 自從為李澤佳生了三個兒子之後 專心照顧三個寶貝仔 直至近年才復出拍戲 她不時在社交平台分享感況 日前她旺邀出席婚宴 更加在網上曬出了合照 並向一對新人送上祝福 從相片可以見到 穿著黑色晚裝的她 身形一如以往的瘦 打扮大方得體 低調又不失氣質 全性超容滿面 心情很好 而在大合照裡面 見她繞著一個男士的手 但就以公仔遮了對方的樣子 不少網民都對她很好奇 當中有人猜測 這個男人就是她的大兒子李祥志 細裝骨骨上陣的她 身高已經值得給媽媽 張文慈近年轉戰北上大貨直播 不過最近她就宣佈暫別直播 大生每次直播起碼都要五六小時 加上親自落手落腳 選貨出貨 搞到她身心俱疲 張文慈日前終於回到香港 為無線新劇 死無對證試造型 嗨 Buddy 好久沒見了 我幾年沒回來TVB 今天就回來造型 OK Let's go 造型的時候 乖乖地不要動 造型當然是來TVB的Cantain 喝一杯奶茶 我來得最多的地方就是Cantain 今次我角色做什麼 我不告訴你 但是透露一樣的 我今次的對手很英俊 不過不知是否因為太久沒有在香港露面 竟然有內地的網民留言問她 你不是ATV的嗎? 什麼時候過了TVB的? 而張文慈的回覆也相當直接 她說有沒有搞錯? 幾個世紀以前的事了 電影都拍了很多部 張文慈在1998年曾經在亞視經典電視劇 《我和姜師有個約會》中 飾演三本未來 之後她在2010年離開亞視 她2016年曾經在接受訪問時看到 脫離亞視之後 終於遇到脫貧 好感恩 憑我回家之開心速遞 群者一角彈起的許詩敏 深受觀眾和網民喜愛 近日網上再次封傳群者年輕的照片 網友都讚她漂亮爆鏡 簡直可以做女一 這麼多年來都做甘草演員 真可惜 而群的兒子 即是許詩敏的親生兒子Panny 發文回應 還爆出了一個秘密 原來群者混血兒 Panny說 這一兩個星期在網絡很多人傳閱 這個女人有百分之一的俄羅斯血統 即是我也有十六分之一 養蜜和劉海威2018年結束五年婚姻之後 女小糯米劉爾卿跟著爸爸在香港生活 近日有報導指 養蜜離婚之後 曾以尊重女兒的決定 暗示不會欠撫養權 但近日傳出她有意重奪撫養權 並責5.4億港幣 決定帶女兒回到內地親自撫養 楊蜜搶女的傳聞連日成為網絡熱手 報導指 楊蜜三月時曾秘密訪港 近日有多次高調來香港 全外撫養權一事做準備 有傳楊蜜早在四年前已萌生 攝影女兒回到內地的想法 但因疫情而被迫各自計劃 近日因為傳出劉海威而再婚 娶內地女星李曉峰 為免女兒加給後母照顧 楊蜜決定加速爭取撫養權 另外有傳劉海威不願放棄撫養權 7月時帶馬韻女去加拿大旅行 而是為小糯米更改國籍有關 根據報導指 有知情者爆料 說小糯米會繼續留在香港生活和升學 而劉海威也無意再婚 我不是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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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真的不知為何 真的不明白 有人告訴我嗎 我不是K 哈哈哈 影壇四大愛人之一 黃光良良國近年迷上抖音 不時會在這個平台更新動向 日前她唱出近期抖音熱播歌曲 我沒K 更爆笑表笑說不知是解甚麼 有網民就立即解答說 指我沒K 我沒K 是恐龍肛囊中的一段歌詞 是一個諧音 由英文Walk my cave 快速讀發出的聲音 本來是沒有特別意思 這首歌亦是根據鄭秀文所創作的DJ母曲 未非聲母改編而勝 成展權曾被譽為是ETV一哥 時君在那個小學看教育電視的年代 她就以同性身份經常出現 後來到90年代她也參與過無線不少劇集的演出 也有跟妹妹成家人一起參演劇集 不過之後就淡出了幕前 最近有網民翻出她的近照 小時候長得非常進俏的她 今年已經34歲 也是一位超級型男 原來她離開無線後就繼續專心學業 在成大政策與行政榮譽社會科學學士畢業後 就轉去澳門從事公關和市場營銷工作 後來又在知名羊酒公司升任助理經理 2020年更轉任另一間跨國羊酒公司的 亞洲區域銷售經理 事業生涯可以說是平暴青雲 話語樂壇天后李文Coco 在7月5日逝世 中年48歲 她認外籍副商老公Bruce 當日離開火葬場的時候 引發了大混亂 有來自西安的女歌迷 罵她是殺人兇手 事後她接受南華早報訪問的時候 就表示自己和Coco的死 百分之百無關 她還說和Coco一起了20年 沒有一段關係是百分之百完美的 而對於被Coco的粉絲罵她是渣男 她就說自己不懂中文 不知道粉絲罵她什麼 但她就覺得這樣不太好 而Coco的二姐姐李斯林 對於Bruce的這番話 就向傳媒表示 香港有言論自由 一前流從人在微博上曬出一張 和一位女士的合照 還寫著說 希望可以通過微博和她聯絡到 太久沒有聯絡了 雖然年代久遠 但仍然有網民就認得 這位女士在1981年 《舞合帝女花》中飾演聶小線的黎思敏 據悉黎思敏曾經是街藝電視台的旗下女星 她參演過街市劇集 《神雕合類》和《逼血劍》等等 但她在演藝圈活躍的時間並不長 而且適應了很多年 所以在網絡上的資料並不多 希望最後找到她 一眾昔日在香港娛樂圈 發展得順風順水的女明星 近年紛紛轉到內地發展 她們當中更有人選擇嫁給內地男星 大家一齊來看看 二年49歲的1999年港姐冠軍郭善妮 在2011年嫁給小6歲的內地動作導演朱少傑後 就淡出幕前 近年郭善妮再到復出幕前拍戲 她曾在社交平台透露疫情期間 和勞工長大一年時間沒有見面 不過仍然沒有感情進展 非常信任對方 情勞一路坎坷的雄欣 在2009年和小他10歲的內地藝人張丹峰結婚 近年二人屢存分辨 但之後又火速復合 近日亦媽住由歐洲 重濕甜蜜 二年52歲的一代性感女神中禮 提經歷過三段婚姻 現時與小12年的內地丈夫張倫錫 一起養育和前兩任丈夫所生的三個女兒 但仍然需要面臨高齡生小朋友的問題 近一度被奶奶公開怪責母仔生 二年52歲的陳崇玲 在2006年與小8年的內地小生 張諾相識而相戀 直到2011年 陳崇玲宣佈已經與張諾結婚 陳崇玲曾直言好了解自己老公是個很自律的人 所以她從來不會理她些什麼 她覺得如果伴侶本身沒有抵擋誘惑的自覺性 你再怎樣求都是徒勞武功的 張敏成為姓女郎後為人所熟悉 近年她定居內地 而今年2月初迎來55歲生日的她 上載了一條短片並寫著感恩 短片中張敏身邊的就是她的導演老公施興凡 據知施興凡被張敏小十歲 二年49歲的蔡小芬和現任老公內地男演員張 竟於2008年結婚 若有兩女一子 她們曾經夫妻當參加內地綜藝節目 甜蜜的活動宣言吸引內地粉絲廣泛討論 自此不少品牌邀約她們夫妻檔合體出席活動 羅家英和汪明荃 今日以夫妻檔接受商臺節目一圈圈訪問 宣傳即將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舉行的十場演出 她們在節目中大玩遊戲 測試結婚至今長達14年對大家的了解 其中一條題目就問到汪明荃喜歡哪種顏色的衣服 汪明荃秒回紅色 但羅家英反而答粉紅色 汪明荃馬上澄清 其實我媽媽很喜歡粉紅 呃...但你的底盤粉紅更多 有了法 你搞錯啊 不行啊 這個不能玩 聽歌啊 剛才也說過,在阿嬤混為這麼多首歌 大家喜愛,而且阿嬤也十分心愛用這首作品 我們一起重溫,一起唱吧 多謝嘉欣哥,多謝 萬水千山總事情 田侯李文在7月5日離世 日前舉行告別式和喪禮 而扶寧名單中就有Coco身前敬重的前輩欣妮 欣妮今次專程入台灣來港 除了送別Coco之外,亦有商約好友聚會 日前劉嘉玲曬出合照 想中所見,今次聚會 欣妮還帶同女女欣家平一起出席 見欣家平眼大大,五官標誌,非常像媽媽 欣妮1971年在台灣出道 直到1977年婚後隨老公來港發展 可惜老公在1983年不幸遇上交通意外身亡 在老公過世4年後,欣妮在美國秘密刪了欣家平 當時欣妮對女女的身世絕口不提 直到多年後欣妮在節目受訪時 千次透露是已忘膚的冷凍精子 在美國進行人工受孕,生了女女 日前有內地網民在抖音上傳片段 見到一位TVB的綠葉王 戴著自己的背囊和行李箱一個人坐地鐵 鐵文說,香港的明星個個都很低調 雖然我一下子記不起她叫什麼名字 但我記得我看過她的電影 其實她就是二年68歲的鄭樹峰 她是TVB演作當年的綠葉角色 最近在依母傾城,飾演土把這個角色令人印象深刻 有不少網民都在鐵文下留言 是否成為神經典 還有拍照片段 我們很期待 你真正經充なく